王哥 你們這行業應該很愛計程車司機了 對我們來說比較難套到話 真的喔 我們有遇過一個案子是 他早上都會固定坐同一台計程車去上班 那我們想說這個人一定跟他有什麼關係 我們就故意也去攔那台車 結果上車司機很辛苦喔 他說 嗯 還好 還好 他說 你這樣跑多久 跑到想吃飯 然後就講話都很精簡 然後就變成好像我在尬聊 就很尷尬 那我到了我就直接下車 反而比較難 那對我們來說比較好去問話的話 通常是管理員 管理員他們看進出出的 對 誰帶女孩子 誰帶我把上車看得出來 對 幾點回來 他跟誰 開什麼車 他們都會知道 我覺得管理員跟司機大哥 都是不能得罪的一個 上次有個來賓就是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是知道你住在那一棟 然後就跟那個管理員混得很熟 所以你無時無刻 你隨時回家他就知道 然後他就馬上就傳一點線 你回到家了對不對 好恐怖喔 對啊 然後你剛剛出門對不對 他都知道 其實他不是住在對面或什麼 他是因為跟管理員很好 這太變態了 所以他的管理員有什麼事情 都會被報告 那管理員還是司機有什麼成功案例 下次就叫他付管理費啊 知道的太多 這樣能這樣子啦 應該有成功案例過 有有有 之前的案子是就是類似詐騙 吸金的那他後來就躲在嘛 就是這個被查人躲在 那我們有跟到他確定住了這一棟 那我們要確定他住在哪一戶 那所以我們就跟管理員聊天 尬聊啊 然後問問看那個誰誰我來找他 今天有沒有在 那他可能就他這個 他剛出門那台車就是他的 然後甚至是說我們可能送個東西 這個幫我寄給他的 然後他就說我幫你確認他有沒有在家啦 我跟他很熟 他就幫你打電話 你載你東西來囉 然後就很明顯知道他是住在這邊 他躲在這邊 對 管理員其實真的像我定期啦 我會如果我住在那社區 有一段時間 我會定期送管理員大哥一些水果 就是你讓他知道說 你是一個不錯的住戶 有時候其實方便都市 因為他會特別 保護你一下 對 特別關注你家的東西 比方說有一次我就 東西要下去領包裹 然後包裹不見了 然後那天剛好是待班 對 那他們在交接的時候 那個待班新的人 就沒有發現我的東西被誰拿走了 對 結果我們就調監視器看 然後那個做很久的那個大哥 跟我很好那個 他就也一起幫忙看一下監視器 那個人就只是這樣隨手過去 拿了一個紙箱包裹拿就走背影 他就說 好猛喔 超猛 他拿錯了 他比車牌電視還猛 然後就那個新的就打電話 去給那個李小姐說 不好意思 你這樣聽不懂他 這樣 拿錯了 所以你知道其實管理員大哥 太厲害了 我有遇過很像剛剛大牛哥 講的那個狀況 就是我有一次的IG 收到一個私訊 然後他的內容就是 Alphie 我家教的地方 跟你是同一個大樓耶 下次可不可以拍照 好可怕 然後我就想說你是誰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是一個陌生人 我說 你怎麼知道我家住在哪裡 然後就是我跟那個管理員還蠻熟的 是管理員叔叔告訴我的 然後我就想說 不確定他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對 然後我就去問那個管理員 因為那個管理員他來沒有很久 我跟他不太熟 我就問他說 他就說你是不是有把我的住址 告訴別人 然後後來他就很害怕 因為他真的有講 他就一直跟我道歉說 對不起... 只是因為跟那個家教妹妹 就是聊天聊到 他說他很喜歡你 他就順口講 對 然後我就說 可是你這樣讓我覺得 很沒有安全感 因為應該要保護住戶的意思 真的 對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道歉說 他以後不會再這樣了 希望我不要去跟那個管理員叔叔 我就說好 那就是再麻煩你了這樣 結果後來大概不到一個禮拜 他就不在了耶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不... 沒有來上班了 真的喔 可是他本人就是那個妹妹 賈賢妹妹的名義 真的 被揭穿了 對 我就想說奇怪為什麼 因為我也沒有去講 想說是不是可能還有一些別的事情 或是什麼 然後不久之前 有一次我在領包裹 也是領包裹 拿好之後就突然有一個 很陌生的聲音 男生 在我背後叫我一聲 大白 大白 然後就嚇一大跳 我想說怎麼會有人叫我大白這樣子 因為那個是我在水晶社團的綽號 然後我一開始以為是水晶同號嗎 就是是同一個社團的人嗎 結果不是耶 是新來的管理員 他也是裡面的人 我以為他是... 他後來是就是在別的節目 有看到片段 然後他就記起來這件事情 因為我有分享過 我忘記了 對 可是我就是沒有很著重講 只是稍微帶到耶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聊說 我跟你很有緣分耶 然後我第一次注意到 你是在那個陳啟貞的IG下面有留言 因為我很喜歡陳啟貞 我就在那邊留言 他說 那時候我是他們家的管理員 真的喔 是喔 真厲害 然後我就想說 太妙 對 然後我想說好羨慕 可是又覺得你這樣講出來好嗎 真的喔 大家都知道了 他履歷的條件是 非藝人家不做 真的 但是很可愛 人是好的啦 但是帥哥也是有困擾的 之前住的大樓的管理員也是 就是他應該很愛看綜藝節目 然後他的小朋友應該有看過 就是我們以前幫忙打黑社會 然後他就說 你喔 就是很常問 就以前那個弟弟跟妹妹 是不是都玩在一起 你們是不是 那個誰跟誰是不是有在一起 玩在一起 弟弟跟妹妹玩在一起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可以跟我講 你們演藝圈是不是很亂 不是 我就只能打哈哈 但是有時候朋友來或什麼 他又會問 上面那個跟藝人 那個魯秉悠女朋友對不對 我知道 然後還有就是 他很怕我 很怕大家不知道我住在這邊 我在領包裹的時候 領包裹的時候 他說 這個你怎麼有看過 他腳上的那個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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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除了管理員我覺得工作人員也是 工作人員真的 因為以前錄放的時候就是 可能會跟工作人員很好 我們會聊MSN 平常會瞎打屁什麼 他有一次就說 你要不要這個開視訊 我們來開視訊聊一下 我說好 沒差 我那時候就在家很輕鬆 然後就沒穿衣服 就上空這樣 就要聊天 然後就講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到下禮拜節目錄影的時候 突然有個橋段 就是我那個視訊裸上身的 我被出賣了 這麼下流 對 我很難過 我心中 我那時候看著那個 Monitor那個畫面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原來 真心對待一遇用 因為你把他當朋友 還是那個時候你沒有練身體 那時候沒有 對 他很氣這樣 跟我現在戴差不多 你覺得有點難過 鳳姿姐 我們之前拍戲 那個化妝間才可怕對不對 沒有啦 因為他們有些時候 時間很長啊 對 要等 然後又要對腳本什麼的時候 你就會難免 會講一大堆 那你講的時候 有些用 有些沒用 可是沒用的部分 就變成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 就是多少會講 其實我之前的那個 在演藝圈之前 年前工作 是在真心社上過版 對啊 我也嚇一跳 對 所以我剛剛跟羅哥 羅哥說 對 所以看到那個汪大哥 是有親切感的 那我跟你講 我們之前在這個真心社 也查案最愛的一個角色 是什麼 同事 同事 太好問問題了 之前有一個案子是查他們採購部門 要有收受回扣的狀況 那老闆就想要知道這些狀況 所以我們就安排一個人 然後在採購部門上班 那當然他就是任常 安排握底 就是握底 因為在工作嘛 那跟這個同一個部門 就一定會認識 那久而久之可能在不懂的時候 會問他 這個哪個廠商比較好啊 或什麼 那那個同事就會開始建議 我跟你說 那個哪一個廠商其實比較好 跟他比較熟 就會說其實這個我滿好 他都會請我們吃飯 然後他說我再約你一起去吃飯 那就大概知道有什麼狀況 那也查到就是說 他可能知道所有的價格 那他就會把底價 告訴他熟悉的廠商 那再比那個價格再低一點點 那他可能就會得標 那就可以會有一些回購 厲害 所以就因為那個同事 這樣順利成功 對 但他也應該要有一點 怎麼講 你不能說我今天去扮演這個角色 我就很厲害 也真的要有一點基本的sense 要有一個普及應變 那你比如說你當初 你在這個爭議社上班的時候 有沒有人比如說 你要角色扮演 有啊 有一次 因為我那時候是行政 那有一次業務門都出來 又不是外勤的 因為他們算了那種角色 還是會被派出去 對 因為業務都出去了 然後老闆接到一個臨時的任務 然後他就放眼 忘記公司沒人 他就走我抓在那 他就說來立體男朋友出去一下 那時候我很年輕 就想說只是幫老闆跑跑腿還好 然後他因為真的沒人手 他就叫我跟他去跟肩 好酷喔 跟著一起 去抓什麼 然後那一次的跟肩那種是 抓肩 好可惜喔 所以我人生有一個滿特別的經歷 好精采喔 抓到了 今天我們就不多聊抓肩 是有空去問他 下次有機會再聊啊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不過剛剛前面有講到 說一些小孩子的一些事情 其實小孩子說真的 他本身也有自尊啦 對啦 對 我們也是希望能夠 有時候可能這樣講會吸引小孩子 然後注意到我們 對他的一些關注 對 那父母有時候到處說小孩是 其實當你們小孩不在的時候 我們父母都是驕傲 我們都是滿滿的驕傲在說 我的兒子怎麼樣 對 我的女兒怎麼樣 那就算是說她胖 其實也是擔心你的健康 對 很難得會很孝心女兒摘下去 對啊 很難得 所以其實孩子要懂父母的用心 但是父母也要同時懂得尊重你的孩子 對 不要去欲舉 然後探討太深入的事 孩子也是會不開心的喔 對啊 希望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喜歡今天的內容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到粉絲團上留言 今天謝謝我們所有的來賓 謝謝 謝謝 謝謝